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今天下午就出來開記者會 宣佈有兩類人士可以獲得豁免 不用接受強制檢疫 第一類就是跨境學生 相關服務的提供者和教師等等 第二類就是符合香港經濟發展利益的生產作業 業務活動或者專業服務的人士 實情陳肇始剛剛宣佈的這兩項豁免 就和香港所實行的防控措施的精神 是背道而馳 先說那班跨境學童和教師 當你香港為中學、小學和幼稚園 仍然處於停課階段的時候 你豁免這班人下來幹甚麼呢 當深圳市他們都強調 所有從深圳邊境口岸入境的人 哪怕你的目的地去哪裏都好 都要在深圳在地隔離14天 而且是強制隔離 不是在居家隔離 你現在香港暫時之間 又說要放寬這班人下來 一來到香港檢測到陰性 馬上就放行 馬上就有五得他就數為行 連居家隔離14天都不做 這個是否恰當 就算在你政策的次序上也有問題 若然你說香港已經沒事了 天下太平了 那些中小學生、幼稚園學生都可以復課 你放那班人下來 不用再家居檢疫 那還說過去 最好當然還是要接受14天檢疫 但是現在你香港還未復課 那你這麼快放一班人下來 把鬼嗎 第二類就說那些商務人士 但你的定義真的夠空泛和抽象 他就說 符合香港經濟發展利益的生產作業 業務活動或者專業服務人士 就叫做那些商務人士 到底你是說 要拿著那些商務簽註的旅客 還是隨便提供證據 說對於香港的經濟發展是有益處的 你照樣批給他下來 那那些當地算不算 在那些一樓一的樹 在那些堂樓的樹 非常之有經濟貢獻 是不是照樣批下來 真是殺案 講得不清不楚 而且大陸的淘寶網站 有些賣家聲稱 可以幫大陸人代辦香港商務簽註 收費過萬元人民幣 只需要面簽一次 提供大陸身份證和照片就可以了 辦理時間大約是22個工作天 不成功就不收費 那你豈不是創造了一個漏洞 只要那些人給得起錢 就可以下來香港設施 那你還用不著弄這個 所謂強制檢疫的措施 都已經名存實亡了 給得起錢萬多元 一批簽主就可以 下來香港不需要隔離14天 可以到處走 那你還搞來幹什麼 但是你對於香港人又繼續限制 包括這個限聚令的惡法 到底什麼時候才取消呢?請問 請問你是不是打算延長這個限聚令? 收檔吧 現在你已經準備要開放關口 又繼續搞限聚令 請問你限到什麼時候? 這些惡法 全部都是根據法例第599章來設立的 你夠時間就要收檔 你就不能夠一邊限制香港人的人身自由 限制多少個人?四個人 你都愚蠢的 香港人就要喊打喊殺 又說要出張告票給他委委罰兩千元 那些大陸客人就讓他來 你到底是為哪個服務的? 到底你是為北京服務 還是為香港人服務的? 既然你特區政府 可以豁免得這班跨境學生 和所謂的中國商務客 去到5月7日的時候 你就應該由得這個限聚令的惡法 到期就自動失效算數了 不要再去無了期延長惡法 是多餘的 限什麼罪呢? 首先你四個人是沒有科學基礎的 怎麼決定? 第二件事 你限聚 任你說的 哪些場合應該限聚 哪些場合不應該限聚 坐電梯就不用限聚 等車也不用限聚 坐車也不用限聚 回到工作單位做事也不用限聚 那你全都說了 喜歡就發張告票給別人 不喜歡就當是看不到 那些藍絲照罪就當是看不到 那這些是什麼執法標準呢? 不如不要搞好過 不要借一些又擴充警權 打壓人民的自由好過 反正你都放寬了 你遲早也要放寬了 難道你想限一輩子嗎? 你真是笨蛋了 好了 然後你特區政府 好事多為了 簡直就是 又說最快在星期四 你會安排包機去接載 那些滯留在巴基斯坦的香港人 自費回來 每人需要支付大約六七千元的機票費用 包機就預計可以接載最多三百人回香港 特區政府就已經接合到巴基斯坦 一家航空公司來安排包機 好了 截至今個月的二十四日 入境處已經聯繫到大約二千名滯留在巴基斯坦的香港居民 而且另外還聯繫到三千二百名滯留在印度的香港人 到時會再安排包機回來 每人就需要支付萬一至萬三元的機票費用 問題已經不是再說機票費用是誰支付了 而是你有沒有參考到歐洲的前居之鑑 印度和巴基斯坦每天所做的檢測數量是極低 我告訴你 根本上他不能檢測到這麼多人 好了 那到底是不是很多人是輕症 或者是染了自己都不知道呢 喂 這個就是大問題 在三月尾的時候 有幾多從歐洲和美加回香港的人 最後是確診了 這個是會對於香港的醫療系統 以及香港居民的心理質素 是帶來非常沉重的負擔和壓力的 好了 你現在很不容易才熬過第二波的爆發 現在逐漸就連續三天 想著開始慢慢向好 你現在又說要安排包機去接人回來 你要安排多少隻包機 你加起來是聯絡到五千人 當有一半人回來的二千五百人 你回來到底會怎樣安排他們 是不是入住進陽村 是不是入住酒店十四天 還是喝他回家 喂 這個根本上又是 隨時引發第三波的爆發 你現在搞什麼呢 你是不是等到疫情慢慢開始 逐漸回落的時候 緩和的時候 又安排一些人回來 尤其是疫情嚴峻的地區 安排一些人回來 好了 一旦這個個案數字突然又飆升的時候 你特區政府是不是打算利用這個藉口 走去無止境無了期地延長那些限聚令的惡法 你想怎樣呢 你入境處可不可以向市民交代清楚 到底還有多少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人 滞留在外地不知哪裏 不要無厘頭說這裏標兩千人 那裏又標三千人出來 真是浪費時間 到底你想玩到什麼時候呢 你是不是想一直燈下去 一直在這裏膠著狀態 一直到九月六號立法會選舉都說不用選 你是不是想這樣呢 你想玩什麼呢 真是離譜了 好了 接著講講另一件事 就是這個立法會的教育事務委員會 早前由新聞黨的容凱恩提出 說要成立一個 研究幼稚園中小學教科書和教材編制小組委員會 因為他說很多教材都是教外學生 好了 這個委員會今天舉行首次會議 要選舉主席 那誰做主持呢 就是梁耀忠 因為他是委員會當中最資深的議員 好了 一選主席的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有了四年前 選立法會主席的不愉快的經驗 當時梁耀忠已經被罵到七個一皮了 因為他當時沒有好好堅持著做主持這個位置 被梁君彥有機可乘做了立法會主席 好了 這次突然之間梁耀忠就大發雷霆了 這次真是威風了 這個我相信也跟選舉臨近有關 雖然9月6日有沒有選立法會都還未知道 不過梁耀忠肯定是會競續連任 他肯定是會去參選的 所以他就要面對著民意的壓力了 好了 這次選主席他就沒有那麼順滕了 竟然之間大發雷霆 跟民建聯商料議員 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張國均喊大交 而且還說別人不尊重他這些路路 若然你在今天這份勇氣 可以在四年之前展示出來 那就更加之好 當然 你現在誤以往之不間 知來者之可追 這就是主觀的良好願望 希望他不要那麼窩囊廢 要聽聽民意 梁耀忠 好了 他今天終於是選不到 因為又要聽法律顧問的意見 又休會了15分鐘 原定這個會議是5點鐘結束 等到法律顧問去到立法會的時候 已經是4點踏11 於是法律顧問一說完 馬上就散會了 又再次再選 所以選票的威力真的相當大 一些本來想著欣秦苟且 默守成規的議員 都要被迫向民意低頭屈服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